大家好,我是姚妹 前几天秦旭和他福建这边的朋友来他们老家钓鱼 然后这个池塘里面听说是有很多黑鱼和鲫鱼 他们是钓也钓了,亡也亡了 就是没有钓起来一条鲫鱼 钓起来的全部是那个罗飞鱼 然后这个池塘的话是说有七八年都没有干过了 就是说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大祸的 因为他们已经所有的办法用尽了 所以他们也特别的不甘心 今天直接就把这个池塘里面的水 直接用抽水机给抽掉吧 因为抽了两个多小时了 估计还得再抽两个小时这个嘴才能抽干啊 现在好像已经起来了一些鱼了吧 看一下 鱼的密集程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人管 所以今天他们决定试一试 看到底能不能闹出来 走吧 这是一条鲫鱼 这是一条鲫鱼 目前为止就抓到了这一条野生鲫鱼 因为这个鱼真的是太狡猾了 这个网子里面还有一网子 这里面是什么鱼 都是螺肺 都是螺肺啊 这个螺肺还挺大的 都是螺肺啊 好多啊 反正但是估计里面是有鲫鱼的 等一下才能抽到结果 我们抽到天黑都没抽完 本来以为这个鱼塘的水 抽三个小时就可以抽完了 现在我们抽了六个小时 还有这么多啊 这个抽水机我感觉还挺能抽的呀 还比较大呀 抽了这么久还有这么多 估计还在再等两个小时了 结果我们抽到天黑都没抽完 第二天上午终于给它抽干了 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啊 终于把这个鱼塘里面的水给抽干了 现在就开始昏水摸鱼了 这样摸鱼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淤泥太深了 我怕我下去了就扯不起来了 还是让它们去摸吧 很多鱼都直接钻进淤泥了 哇全是鱼塘 倒在那水泉里面 倒去走 可以 这个好黑 这个好黑 这个大 哇 哇 这个好黑 尖了我一脸稀泥 你抓起来吗 小心谈你一脸稀泥吧 花雕花雕 我们现在大部分捞的都是一些罗飞鱼和一些花雕啊 那个鲫鱼实在是太狡猾了 差不多都藏在这个淤泥里面了 现在我们开始捞这个淤泥 看能不能发现一些 这个黑色的应该也是罗飞吧 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我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鱼 太黑了 可能是从非洲来的罗飞鱼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告诉我一下 哦 花椒是什么鱼啊 就是 这个 这是花椒吗 对呀 哦 这是鲰鱼 对呀 鲰鱼 鲰鱼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条了 这个鱼还有好多里面跟你讲 现在都撞到里面前 抓不起来 这个黑鱼是吧 哎呀好滑啊 看一下 这个黑鱼 哇这个好滑啊 这个鱼塘里面应该还有很多这个黑鱼啊 因为它太狡猾了 然后全部躲到域里面抓不到了 这里面这个鱼的品种还是挺多的啊 然后这也抓不起来了 我们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么多了 大概有100多斤这些鱼吧 还有一些蚌壳 我们就把这些鱼给带回家了 有一些拿去养着 有一些拿回去吃 走去给它装点水 小黑鱼适应挺快的 高杆跟恶雀善抢食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